从本期开始详细讲解我们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二场战争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 我们依然是用我讲解抗美援朝时期的风格和体系展开这个系列 做一个谦虚声明 本系列所有内容做到以史为基 如果内容太过神奇 请不要怀疑你的耳朵 惯例先讲大盘 这场战争大家都知道是印度非法侵入我国境内 建立前哨阵地并挑衅我国港哨 有些阵地甚至在我们的港哨后方 为了捍卫我国领土 在我国多次警告无效后 对他们展开的自卫性的反击战 说到这儿就得展开细聊两个话题 第一西藏和新疆为什么是中国的 第二国际惯例 任何国家都要为自己的军事行为找一个理由 哪怕是侵略性质的 他们也得堂而皇之地找个借口来做到师出有名 那印度凭什么敢入侵西藏和新疆 中元七世纪 一个男人带领自己的部落横扫西藏 首次统一了这个地球之巅 并建立了政权 他叫松赞干部 他的王朝叫吐伯王朝 同一时期我们唐朝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 公元641年唐伯联姻 唐朝出嫁的公主 就是现在拉萨布达拉宫里供奉的文成公主 69年后唐伯再次联姻 又是111年后 唐伯在长安举行了盛大的长庆会盟 也称生旧合蒙 可以看出 在两个世纪的交往中 汉藏已经成为了密不可分的娘家人 不过再怎么说 那时的唐伯也是两个独立的政权 是利益上共赢的暧昧关系 直到13世纪初 成吉思汗征战四方 1240年率军征讨西藏 七年后西藏归赴蒙古 如约交纳贡物 接受指派官员的治理 1271年蒙古汉国定国号为元 至此西藏作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 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1368年明朝建立 西藏阿里地区加设了元帅府 各级官员依然是由皇帝任命 1644年清军入关 9年后顺治皇帝册封武士喇旺 并赐金册金印 61年后 康熙皇帝册封武士班禅 并赐金册金印 到这儿 西藏政教领袖 必须受到中央册封 才能持政上岗 成为了制度 38年后清政府废除西藏的郡王制 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 而新疆的故事就更远远流长 在公元前60年 他就正式纳入了我国版图 腾川这里的丝绸之路 对世界经济和文化的贡献 一直影响至今 我们回顾一下 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 到西藏首次建立地方政府 我们用了504年的时间 此时的西藏 无论是官方政权 还是民间商业文化 等等各方面 已经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个主体了 这时半路杀出来个抢劫的 这边有了我们第二个话题 印度侵略西藏的缘由 开端以及借口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 又经历了抗美援朝的血炼 我们不愿意再与邻居爆发军事冲突 所以尽管印度一而再 再而三的得寸进尺 但我们都是绝对克制的态度 三番五次的劝他们尊重我们 做事要动脑子 别冲动 可他们认为这是我们懦弱的表现 1958年8月 印度一支15人的巡逻队 出去执勤就再也没有回去 好好的大货人就这么消失了 这事印度一直没有敢公布 因为他们有办法解释啊 他总不能说我们印度军队 去中国境内巡逻 下落不明了吧 那你如果不承认这地界是中国的 你的军人在这失踪了 你找我们中国干嘛呢 对吧 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掌机心 1959年10月21号 一场遭遇战展开了 1959年10月21号 上午在西藏圣里山 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枪战 我骑兵六团作战鼓掌 段海珍等一行13人 与入侵西藏的 由印度政司令迪亚吉和副司令辛格 亲自带队指挥的 60余人的军队正面遭遇 他们看我军 仅有13个携带简单轻武器的人 便气势汹汹的上来挑衅 我边防战士强忍怒火 严格遵守军委提出的 坚决不打第一枪的原则 印军兵分两路 包抄合围我军巡逻队 我边防军依然不退后一步 不让一寸土地 大声喊话 希望印军保持冷静 别冲动 赶紧退出中国领土 但他们把这些当成了二旁风 下午3点09分 印军在我阵地左侧 打响了第一枪 我边防队还是没有还击 继续喊话 3点19分 右侧传来了第二声枪响 我军依然没有还击继续喊话 他们认为这是一对软柿子 于是继续包围我们 并逐渐地收缩包围圈 50米 40米 30米 我军还是只喊话 这下他们开心了 在司令的授意下 决定活捉我们这13名战士 就这样 他们慢慢地靠过来 我们没有动静 再靠过来 依然只是喊话 直到5米时 我边航队对空鸣枪 副班长武清国迎着敌人的枪口 站在一块石头上 大声喝止印军 停止挑衅 而印军则以急火扫射的方式 进行了答复 武清国当场牺牲 我军忍无可忍 被迫还击 先是集中火力压制右侧印军 从右侧撕开缺口后 派出一个战斗小组 迂回敌人侧后袭击 战斗持续了十余分钟 这场13比60的战斗 我军以牺牲一人为代价 击毙敌人9个 击伤3人 牵了俘虏7个 其中包括他们的副司令官 辛格 残敌 离物之大吉 我军依然本着大举为重 牧林友好的原则 对俘虏进行了简单的批评教育后 对他们进行了遣返 经过这次教训以后 他们依然是蹬鼻子上脸 有的人你对他好 他认为你是怂胆包 尽管我国外交部门 多次对印度重申 保持客死角 穿插到了敌人阵地中央 拦腰斩断了沙泽阵地 而后7分钟 全间敌人一个地宝群 战后一排即集体三等攻 九连即集体二等攻 与此同时 七连也已清扫干净了后侧山梁 并炸毁了中坤桥 154团一营向克宁乃进攻时 由于速度问题 当他们赶到这里时 这里的印军已经全部逃跑了 最后再说本场战役的战略核心战场 张多 首先说这个坐标 起初我一直怀疑 是不是标图出错了 为什么印军会把第七旅的旅布 设在一个盆地里 为此我核对了不止一张地图 甚至还请教了一位当地党政口的干部 帮我联系了一位参战老兵 其中的答复是 没错就是在一个大坑里 那我只能说真奇葩 既然他们自己选了风水宝地 那我军就不客气了 以下内容是印度王牌部队 数个小时被斩首的全过程杀盘推演 1962年10月20号 藏自419部队157团一营加强一个八连 承担迂回敌后关门打狗 斩首印旗旅部的特战任务 他们经过12个小时的攀爬 终于按时抵达了附近 在张多西侧制高点 印军有一个加强连负责放手警戒 炮兵寻找位置 准备架炮进行炮火支援 三连脱离队伍从右侧迂回包抄东侧 防止敌人逃回旅部 八连抢在南侧山口 别让敌人逃往不单 二连引逼向前准备突袭 当二连与敌人距离300米时被发现了 遭到火力阻击 敌人开火的一瞬间 营长下令炮兵压制 二连连长带一排右侧牵制 指导员带二排左侧攻击 前行压制敌人 副营长带三排和火器牌正面强攻 印军预感大势不好以后 结局已经出来了 他们被分割成了无数块 我军以手榴弹冲锋枪刺刀勇猛攻杀 在危机关头啊 这人的潜力和智慧会被完全激发出来 这些被围的印军 不与而同的做了同一个选择 并不是逃回旅部 而是奔着西南 想逃入跟这场战争无关的 不单王国 由于战前有明令 不能让不单起疑心 所以我们不能乘胜追击 只能乘胜猛刺 藏族战士 嘎马郎多前辈 看敌人马上就要跑入他国 他奋不顾身 从悬崖上跳下去 一为五连刺五个印军 至此 我军已经占领了张多地区制高点 居高临下威胁其旅部 印旗旅有人开始打包跑路 要武器团一营 迅速地对张多发起了核为歼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攻击强点 二连一路杀入了印旗旅部内 八连拔掉了敌人炮兵阵地 我军采用边打边劝降的方式 起初印军只是军心动摇 依然有人在向我们还击 因为他们觉得还能突围 有机会逃跑 直到后来 被我们完全包围在 他们天选的这个大坑里 八连一个炮手 发现四十多名印军 被我们堵在一个角落里 他一发炮弹正中敌群 当场死了七个印军 这一发炮弹下去 所有的敌人全部缴械 其中包括一位营长 在我们的劝说下 这位营长拿起喇叭大声喊话 让所有人放下武器全部投降 这下省事了 鼠人头找大鱼就行了 一鼠坏了 最大的鱼印七旅旅长 既没见人也没见师 于是我们开启了全速的追击战 山南军区二团和十一师三师二团 也加入了追击过程 继续向南扩大战果 此时克截朗地区的所有前线敌人 基本全被揭灭 仅剩后边一个战术司令部的机关人员 所以印四师战术司令部也已下令 烧毁一切文件 向达望逃跑 他们逃跑之仓促 态度之坚决 已经不是争先恐后能形容的了 我军的追击决心 只有两个字 全坚 154团团属炮营二连 为了提供稳定的炮火支援 全连65人 人均负重35公斤以上 紧随步兵奔跑 无一掉队 连续奔袭两个昼夜后 追到龙布泊尔时 副连长彭君仙忽然喊停了队伍 原来他发现不远处的密邻深处 有一队印军鬼鬼祟祟 他集合了全连配备的 仅有的十多把步枪 组成一个突击班 摸向了敌人侧后 然后他们在零伤亡的情况下 活捉了印旗旅长等一行救人 缴获了机枪一挺 步枪八支 这一来一回 亲武器还多了一半 这个旅长说 中国军队在24小时内 消灭了一个旅 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我心想 土耳其一定在说 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跟他们对象 24小时算牛逼的了 我军没有停止追击的步伐 继续向达网挺进 另外十一师三十一团 和山南分区三团 也从麻麻出发 一路清扫了 傍山口 东门山口 米山口 等多个敌人居地 直奔达网而来 印旗旅已经寄计 印四师和印四军 可不想也这么快的就完蛋 所以他们昨天下令 向达网撤逃的命令 就改为了撤往达网河以南 10月24号 我军收复达网 同时军委下令 所有人停止攻击 不准越过达网河 另一边 我们通过报纸 劝印度回来谈判 周总理给尼赫鲁写信 劝他积极正面响应 然而印度还是不服 他们向美国 去求军事援助了 一向喜欢发战争才的老美 当然巴不得 你越乱越好 于是他不但给印度 运来了装备 同时在报纸刊文 力挺印度 他这个冤大头 还真的以为 自己找到了靠山 可能又行了 于是向达网方向 进行了大规模增兵 把所有的王牌队伍 全部集结于此 既然还要打 那就奉陪到底 至此对印反击战 第二阶段登上舞台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 我军全揭印度王牌 第七旅后 他们全线溃逃至 达网河以南 周总理呼吁印度 回来跟我们谈判 而印度 非但不接受我方 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式 反而去找美国求援 美国一看 又有送上门的战争才 他当然不会放过 于是运来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并在媒体上表态 支持印度 印度认为 前不久印七旅被全揭 是装备问题 现在有了美谢和重火炮的加成 那这回肯定能行 然后就把62旅3300余人 放在了西山口和山阁宗地区 65旅1500余人 放在了略马东至德让宗 48旅2200余人 驻防后方核心邦迪拉 印四师战术司令部 及炮四旅约1000余人 位于德让宗附近 在其大后方 还有一个67旅担任预备队 此时印军在西山口 至邦迪拉一线 共计摆放了12000余人 我军一看这是贼心不死啊 阳关大道你不走 陆地无门你偏入 我中央军委下令 既然要打 那我们就先打 刘伯承元帅特别直说 敌人的配置是 同头西尾背锦附松 我们的主攻部队应该像把刀 从敌人的薄弱之处 肚子上直接开刀 不过这场战役的难点有三 敲黑板啊 以下三点一会儿必考 第一道路 此处多悬崖绝壁 我们行军一定要做好功课 争取别走错路遗物军机 第二 各部之间的协同配合要做好 统一规划各部的行动和出击时间 保证包围圈 时间和空间上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 千万别近的地方今天尾 远的地方明天尾 更远的地方后天尾 第三 各部需要具备独立的作战能力 只要这几点搞好了 那分进合机 何为歼灭就有了把握 根据这一指示 西藏军区的战役部署为 兵分四路 1962年11月10号黄昏 十一师率先启程 他们的任务是 穿插敌人大纵身 超远迂回 何为敌人 12号晚上 山南分区四个连组成的 国志部队 是第二支出发的队伍 他们沿着十一师的路线 过歼九干娘后 向南 拦腰斩断敌人阵型 第三支队伍是 14号傍晚 藏子419部队的三个团 他们贴着我国 与不丹的国际线行军 防止敌人逃窜至不丹的同时 从西侧何为主敌人 最后一支 是16号傍晚出发的 163团和165团 他们从东北和西北两个方向 前行攻击进入战场 以上所有部队 17号去完成战役部署 18号 所有队伍向心攻击 全捡敌人 可以看到 我军四路平线 均以两天为节点 距离最远的迂回关门队伍 最先出发 距离最近的正面强攻队伍 最后出发 利用时间差 达到所有兵力 同时发起进攻的战役目的 双方部署介绍完毕 下边对应反击战第二阶段 邦迪拉战役 西山口追剑战 正式开始 1962年11月10号 十一师出发了 这支队伍 在我军历史上 有十个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名副其实地 走遍新西兰 镇首席国门 所有与我国 西藏和新疆接壤的国家 他们都打过着面 同样 他们也是对应反击战中 打得最靠难的队伍 时间来到15号 下午两点半 先头部队33团的尖刀队伍 在泽拉山口意外遭遇了 前来射防的 阿萨姆第五营的一个牌 双方碰头后 印军一愣 意思就是 这里怎么会有中国军队 而我军早有遭遇的准备 迅速地展开了进攻 敌人扔掉了 除随身枪支以外的所有装备 以最轻装状态 一边软开枪 一边四散溃逃 穿插队伍可没时间抓住放羊 继续向前击插 五个小时后 33团侦察牌和尖刀连 抵达了波辛山口 他们用了六分钟时间 打跑了驻守这里的 阿萨姆第五营的另一个牌 以及印48旅的一个牌 驻防在后侧 卡拉鞠点的印军 听到枪声四起 他们拉上火炮 背好枪支 带上弹药 望风而逃 我军畅通无阻 继续向前 16号早上10点15分 先头部队抵达了东日泽 发现了80余名敌人 尖刀队伍又一次出手 战斗20分钟 这些印军 死的死了 跑的跑了 我军还是向前猛插 之后在拉干 旁马 又先后击溃了两批印军 即将抵达穿插终点 十一时市长余志全 亲自带领先锋队伍 向登班寄进 在北侧一公里时 和印48旅第五营 侦察分队遭遇了 我三十一团二营五连 先离开火 敌人又是落荒而逃 五连乘胜追击 一路杀入了登班 这里是敌人的主阵地 面对密集的机枪 迫击炮的阻击 五连进攻受阻 市长下令 三十三团二营六连 绕过登班 先去夺取拉红桥 隔断敌人的援军 三十一团二营 全力围攻登班 印军一仗高打低的优势 用火力组成了环形防线 我冲击部队 几次进攻失败后 火箭筒班班长 钟音副前卫 屏山而出 在敌人的弹道下 他几个侧滚 来到了距离印军70米处 连射四发火箭弹 摧毁两个火力点 为队伍清扫干净了 致命的火力威胁后 他又匍匐换点 出现在另一侧印军的五十米外 他突然起身发射火箭弹 一举炸毁了印军的机枪火力 我军趁机合围上来 敌人顿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乱跑乱跳 一共战斗四十分钟 臂敌五十四名 完全攻占了登班 战后中音副 几一等攻 没多久 三十三团二营方向 也传来了枪声 他们抵达拉洪桥时 发现印军在桥上绑满了炸药 二营担心敌人炸桥 果断急火出击 驻守桥头堡的印军 几乎没有反抗 全都跑了 他们就连上级交代的 如果碰到中国军队 果断炸桥 这条唯一需要他们执行的命令 都忘了执行 或者说为了快速逃跑 没人敢执行 三十三团二营 顺利的通过拉洪桥 来到了对岸 控制住了公路 这条公路是印军 由提斯普尔增援西山口的唯一大路 至此 十一师历经七天五夜的急行军 披荆斩机 翻越了五座海拔五千米以上 比高超过一千五百米的大山 行军五百多华里 没丢一人一枪 创造了我军穿插史上的又一大奇迹 他们深入敌后 建立了对外打员 对内阻击敌人逃跑的两个阵地 成功漂亮的完成了 打狗关门的任务 同一时刻 我军所有部队都抵达了既定位置 且正面强攻的163 165两个团 开始清扫西山口外围局点 这时 印军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几个电话 我们姑且称之为绝命电话吧 因为之后会多次引用 这个电话内容和时间点 印48旅 给包围圈中的印40师部打计划说 你们赶紧撤 登班被占领了 拉红桥没了 我们应该死守邦迪拉 才有可能对抗中国军队 而印40师师长认为 他胡说八道 大惊小怪 夸大事实 谎报军情 就算拉红桥有中国军队 那也是渗透进来的中国侦察兵 不可能有成建制的中国队伍 他要求所有部队 固守现有阵地 没多久 防御西山口的印62旅 也给印40师师部带来电话 说他们两翼正在被进攻 阵地守不住了 请求撤退 说请求撤退 完全是顾及上下级的关系 准确的说是通知一声 因为在打电话以前 62旅已经下达了跑路的命令 你师部同意与否 不重要了 印40师师长这才意识到 看来中国的确要发起全面总攻了 他同意了62旅的撤退请求 挂掉这通电话以后 他也下令师部人员安排跑路 然后再先斩后奏 装模作样的联系军部 打申请 军部得知后 同意了印40师的逃跑计划 同时向48旅下令 你们派兵去营救第四师 48旅旅长说 大晚上我不去 军长说 我让你派兵去救第四师 48旅旅长说 我只有两个营都在防御帮里拉呢 没有可用兵力了 军长说 我他妈让你立刻 马上去营救第四师 旅长说 你他妈再支挖乱叫 我就辞职 最后的结果 包围圈生死有命 全线大逃亡正式开始 然而这个时间点 说早不早 因为我军已经完成了合围 四路兵线 全部即将贴脸输出 可说完也不算晚 因为我军真正的总攻发力 还有几个小时 所以一场追尖战将要上演 1962年11月17号晚上10点 我军在西山口包围了8000多印军 此时他们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大势不好 没多久 印62旅旅部和印40师部间的绝命电话 接通了 旅部接到了速速撤逃的命令 过了一会儿 我163团便发现了 加山口的印军正在跑路 团长当即决定马上追击 他领三营九连担任尖刀连 攻取西山口东北无名高地 为全连撕开歼灭西山口之地的突破口 七连在右翼堵击 九连接到任务后下令 连长带一排二排担任第一梯队突击任务 指导员带三排二梯队跟进 他们先是隐蔽蹚过了一条小河 敌人没有发现 而后贴着山根秘密向前 敌人依然没有发现 直到距离敌人80米时 守敌发现了我们 各种子弹炮弹手榴弹 如同下雨一般倾泻过来 连长令二排从西侧迂回 他带人正面吸引火力 刹那间两个火力点全被我军消灭了 连长趁势带人冲上了高地 残敌见证 炮不要了 枪也不要了 撒压的跑路 二排四班是尖刀班 副班长庞国兴是尖刀组 他发现有一队印军正在向南逃跑 于是奋不顾身的追了上去 由于追的速度过猛 再加上天还没亮 他和队伍走散了 但他没有害怕 更没有放弃 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在继续向前 追着追着 先后碰到了六班战士 王世军 阮福林 还有八班副班长周文轩 四个人一商量 咱们刚好够一个战斗小组 于是封神单位 庞国兴战斗组就地成立 庞国兴 阮福林 沿公路右翼 周文轩 王世军沿左翼 以西山口的亚口为方位物 相互掩护 交替前进 四个人冲着冲着 发现敌人一个炮兵阵地 他们正在向我军大部队的方向 发射炮弹 庞国兴说 走 端了他 但不能蛮干 咱得智取 经过研究后 他和阮福林从正面前行攻击敌人 另外两名队友负责绕后 敌人先是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两个人 吓得一愣 那场景就好似在怀疑 是不是看错了 还是出现了幻觉 怎么会有两个中国步兵出现在脸上呢 就是他们懵逼的这短短一两秒时间 周文轩和王世军 从十米高的断崖上跳了下来 在敌人后方突然开枪 当场嘎了一个印军 其他人这才反应过来 气炮丢枪马上跑路 庞国星战斗组在这缴获了三门驾流炮 把炮上的描具和敌人丢下的枪支弹药 全都藏在了草丛里 而后继续向敌人猛追 他们这刚离开炮兵阵地 没走多远 又发现十多名敌人 正在推一辆熄火的汽车 他们还是决定隐蔽靠近前行合击 当距离敌人200米时被发现了 可这些敌人看到庞国星战斗组 气势惊惊的冲过来 他们都懵逼了 赶紧把车里的干粮 皮箱四部电台望远镜 以及一捆军用地图等等 所有行李全都扔了出来 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推小汽车 生死攸关的最后关头 车终于发动起来 然后十余个人挤在车里 仓皇逃窜了 说到这儿我好像理解了 为什么印度阅兵要表演在车上 迭罗汉这项技能 庞国星战斗组把物资又藏在了草丛里 继续追尖 又走着走着 发现几个盒子 不知道这又是谁逃跑时 为了轻装快跑 把弹药丢在这儿不要了 这刚好让庞国星小组得到了补给 然后继续启程 说话间 他们已经追了两个多小时 天已经亮了 说来也巧 就跟缘分一样 他们又发现了敌人一个炮兵阵地 还是老套路 前行对攻 急火突袭 敌人被打以后 扭头就跑 有一个胆子大的印军 逃跑前 炸毁了一门大炮 庞国星见状 气儿不打一处来 他冲着这个敌人 就是一阵突突 比较可惜 距离有点远 敌人跑掉了 不过又缴获了四门加六炮 还有两辆用来修攻势的推突机 庞国星清点物资 做好标记后 继续跟着敌人 猛追猛打 他们已经追到了西山口 此时这里的阵地 已是一片废墟 手敌都已经烧毁物资 轻装跑路了 放眼难忘 一个缓坡 山脚下便是印62旅 旅步所在地 庞国星小组决定 啥下去 碰到大量敌人 就钻进山林 打游击 碰到几个小B3 就干掉他们 我们先让庞国星战斗组 往前冲着 因为暂时碰不到敌人呢 而同一时刻 我军既定的总攻正式打下 165团从西北方向 进攻西山口 情理之中 又在情理之外 助手这里的敌人 竟然没有逃跑 我165团对其进攻中 有的战士被刺刀 穿透胸背 仍然坚持和敌人搏斗 三年班长胡七明前辈 在手腿脸都被炸伤 不能行动 不能讲话的时候 战友要抬他回后方 他在地上写下 我不下去 要求继续作战 从我军的损失 便可以看出 高尔瓦四营 算是印军的精锐了 经过30分钟的战斗 这只敌中精锐被歼灭了 七营长趁敌我激战时间 悄悄地带着一批兵力 先跑为妙了 与此同时 我军另一支总攻的队伍 藏子419部队 队伍的154团和155团 连攻几个局地 没发现一名印军 都仅剩正在燃烧的物资 他们断定 印军一定是全线逃跑了 再按原计划出击西山口 怕是最后除了行军赶路以外 连敌人个寒毛都摸不到 所以当机立断 向申戈宗激进 只可惜 这两个团之后都受阻于 悬崖绝壁之上 不过好在 藏子419部队的先头157团 沿着国界包抄 几乎与逃跑的印军 平行并进 也就是说 敌人想跳出包围圈 早晚得过157这一关 那这边也先跑着 我们视角再拉回到 庞国星战斗组 他们翻越了西山口以后 又又碰到了一个炮兵阵地 这里明显高于前两个炮营的规模 这儿的敌人超过了200个 他们悄悄地占领了旁边的一个小高地 商量计策 伺机而动时 突然身后传来了动静 200多逃兵从这里路过 当下小组一旦被发现 那就是副辈受敌 庞国星决定先退进森林 在撤退途中 周文轩调队 失去了联系 大家不用为他担心 之后他和我军另一路队伍碰头了 庞国星战斗组仅剩三个人 他们立誓 一起活一起死 三人决心先折返回西山口方向 去找找大部队 多带点人过来 他们返回途中 突然遭到扫射 马上卧道寻找掩体 还好印军这枪法水泥皮 不然我军大英雄 还真被这四个正在逃跑的印军给阴掉了 庞国星点头示意 一起还击 四个印军 扎在了原地 他们把敌人的装备 又藏在一个草丛里 重新出发 中午时分 终于回到了西山口附近 听闻前方高地正在激战 而他们刚好在敌人的后方 于是沿着山坡 悄悄接近至100米时 庞国星发现 敌人蹲中有两个人直手画脚 他飘飘两枪 这俩指挥官 嘎了 敌人瞬间乱作一团 四处逃窜 正与这群敌人交战的163团一连 迅速压上来 占领了高地 庞国星见到大部队以后 他激动的说 跟我来 我带你们去端敌人的炮营 而后 他们一路南下 直查印62旅 最后一个炮营阵地 经过一战 再次占领炮营一个 缴获加六炮 齐门 至此 印军炮兵八八 庞国星的风神之战结束了 战后 庞国星 继一等功 受战斗英雄称号 王世军 冉弗林 周文轩 继二等功 他们在战斗报告中 写下了一句 传唱至今的名言 敌人非但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还击 咱们输回战场 在我军的挤压下 印军防线彻底瓦解 在包围圈里上演 跑得快 662年 对印自卫反击战 我165团的目的是 正面进攻西山口 154团从侧翼打进来 全舰守在这里的 印62旅的一个营 然后向前推进 与穿插到敌后的锅子部队 前后夹击 歼灭印62旅 只可惜 165团发起进攻没多久 印军营长就下令 烧毁物资 然后带着一些人 36级走为上级 我154团连续进攻几个据点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就反应过来 敌人这是开跑了 再冲着西山口进攻 已经没有了意义 于是团长下令 改变原有任务 直接向着深格宗坠机 团长的想法和命令 都是正确的 但由于对地形不属 困在了悬崖峭壁之上 此时除了西山口的那个营 已经开跑外 就连62旅的旅部 也无组织 无纪律 如同放羊一般的乱跑一通了 那能否背住这个营长 以及旅长 就只能靠郭职部队了 历史总是无巧不成书 郭职部队穿插130余公里 眼看还有最后一个山坡 便提达终点之时 只见山下公路上 八辆印军小汽车 如同飙车一般 几尺而过 一拍大腿 应该是被印62旅 旅部的人跑掉了 开路的三连 连忙加速猛进 只可惜这里到处都是悬崖断壁 相当多的地方 需要搭人梯才能通行 这期天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山下的印军溜走 二十分钟后 终于下了山 并在公路两侧 抢占了有力地形 一连在山屯建立掩护阵地 这时又有数十辆汽车驶来 三连突然开火 击毁了先头三辆汽车后 公路被堵死了 对伪的印军不明所以 继续向这边扎堵驶来 陆陆续续已经堆了一千多人 一连二排带足了弹药 从山上下来 主动出击 悄悄地摸到敌人四十余米处 各种手榴弹冲锋 步枪机枪一顿响 差大间 印军横尺遍野 汽车被引爆一连串 二排见好就收 返回阵地 敌人遭此打击后 集合了四百余人 展开了一次密集冲锋 我二连二排架起离挺机枪 再加上手榴弹 便轻松打退了敌人 面对逐渐紧缩的包围圈 印军又组织了三百余人 这次兵分两路 前行进攻 我二连二排和一连三排 各当一面 敌人又被击退了 天色慢慢变黑之际 印军又又组织了两百余人 从正面阳攻 另外有四百多人 从侧椅迂回 企图偷袭过军 有点遗憾 他们迂回的这帮人 被我们发现了 我军将计就计 让他们过来 同时我们的兵力和火力 转移到了他们途经的侧椅之上 一手螳螂捕蝉 金蝉脱鞘 黄雀还在后的戏法 让印军又一次承受了重大杀伤 这回突围失败后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印军竟然组织了一批兵力 偷偷接近我军 想用白刃战打开缺口 那可算是找队祖师爷了 又白白嘎了一批 正面突围彻底无望 他们有人向南钻山 好不容易爬上了一座山 气喘吁吁 以为得救了之时 却和157团撞上了 157团用火力 在正面拦下了这部印军 而后派出两个派 从两侧合击 最后全歼了他们 此时157团已经得到了 我军指挥部的命令 要求他们直奔米龙岗 惠师、郭志部队和石一师 歼灭包围圈内的印军 另一边的154和155团 也终于从悬崖边上找到了小鹿 正在加急赶往沈格宗 157团抵达后 兵分两路 一步向着石一师方向攻击 另一部惠师、郭志部队 这里有两个点有必要解释清楚 其一 西山口的那个营长也还不知所踪 其二 印62旅旅部的人还没有露面 有了以上线索 我们把时间线倒推两天 回到穿插部队石一师 刚刚就位 在拉红建立队外打员 队内阻击敌人逃跑阵地的那个时间点 印四军和48旅之间的绝命电话 接通了 军长要求 邦迪拉的48旅 立即派兵前去救援印四师 48旅说 夜黑风高 我不去 军长又说 我让你去救第四师 旅长说 我没兵 我不去 军长接着说 我他妈让你去救第四师 旅长说 你再逼逼我就辞职 这就导致 石一师左等右派 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不敢守住戴兔 于是决定双向主动出击 32团向着德朗宗方向攻击前进 33团出击邦迪拉 其中32团二营走了一段 碰到印军攻兵一步 他们正在偷偷的修路驾桥 企图在我军阵地盲区 修条逃路 人不知鬼不觉的逃走 我二营出其不意 突然开枪 印军桥也不修了 推土机也不要了 一个字 好不容易碰到一部敌人 二营不甘心就这么让他们溜走 于是派出七个人的尖刀班 先向德朗宗方向挺进 其余部队上山搜尖 尖刀班出发后 半路碰到四辆坦克开路 后边跟着一百多辆汽车 约有一千多人的车队 我尖刀班简直不要太开心 这肯定是印刺师师部的人 最大的鱼被他们逮住了 他们决心誓死拦下的一人 等主力跟上来 歼灭他们 于是迅速展开 寻找掩体 手榴弹步枪一起招呼 由于之前的印军工兵 跑得满山都是 二营抓猪也抓海了 可这就导致 我们的兵力也非常分散 等他们抓个差不多 重新集合向前行进 与尖刀班会合以后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这俩小时 尖刀班七个人 虽然把上千敌军拦住了 但印刺师师长 可不会坐以待毙 他已经悄悄地带着一部兵力 走小路翻山越岭 奔着打拢踪跑掉了 三十二团二营追回墨迹 他们歼灭残敌后 继续向主弹场行进 就是在这一时刻 藏字419部队157团 抵达了米龙岗 一部会师郭子部队 歼灭略马东 另一部向德阳东搜查 157团和诗医师 相向搜监过程中 正在发愁 印62旅旅长 跑到哪里去的时候 三十一团一营 发现前方火光闪烁 常规来说 这里不是正在溃逃的敌军 就是正在搜监的我军 无论是哪一方 都不会有空扎营吃饭 但当下管不了是否有诈 他们果断出击 战斗一个小时 歼灭敌人97个 意外俘获了一名军官 他正是西山口的那个营长 要说这个营长也足够苦逼 在165团对西山口 发起进攻没多久 他不是就偷偷先跑为妙了吗 最开始想去申格宗找吕布 结果跑到申格宗 发现吕布早跑了 这又接着逃命接着跑 打算到米龙岗找六十五旅 寻求暂时的支援 结果到这发现 鹿是五旅也早没影了 最后的稻草 寄托于到得让宗找师部帮忙 可跑了一会儿 别说自己人的据点 就连个自己人的人影都看不到 想找辆车更是天方夜谭 凡是能开动的 早就被人开走了 他反应过来了 所有人包括师部在内 全员都跑了 这连续逃命一个昼夜 没吃没喝没睡觉 还不知道接下来要跑多远 才能碰到援军 所以他决定扎营吃饭 火刚升起来就被我军发现了 早知今日 何必昨天奔波逃跑呢 想在西山口多省事啊 回到战场上 另一边被困在悬崖绝壁上的154团 终于找到了路 抵达了神格宗 只可惜这里的战斗也已经结束了 他们正在为整场战役 没有丝毫存在感而闷闷不乐时 西藏军区下令 154团向达隆宗方向搜山 这个方向正是印刺师师长逃跑时 走的小路 154团一看 毕丽立功还是有机会的 他们立即进入搜脚状态 果然碰到很多 给印刺师师长变后的足迹部队 其中154团一营副营长等一行十八人 在一条山间小路旁 发现了一个牛棚 牛棚旁边扔了一地的烟屁股 还有比较灵乱的足迹 副营长断定 附近一定有印军 应该还是个需要拿主意下命令的小头头 他让大家互相掩护展开搜查 果然没多久 他们遭遇了一队印军 我军喊话劝他们投降 他们没有反应 既然敬酒不吃 那我尖刀组立即开枪 当场逼敌四个人 印军抱头数窜 我军一边追一边打 还要一边劝 陆陆续续见面十余人后 还剩20多号印军 被逼到了四角 纷纷举手投降 这些俘虏交代 刚刚的战斗中 我军把他们62旅的旅长给击毙了 经过身份核查 的确如此 在路边挖了个坑 把他给埋了 还给他立了一块简易的目标 至此包围圈内的故事讲完了 我们来讲包围圈外 十一师向着国界线推进的战斗中 30个人包围印军一个旅 打出三个一等功的传奇故事 1962年11月18号 对印自卫反击战 我十一师33团 是一支围点打员的部队 我们千算万算 就是没算到 印48旅在接到军长 要求他去营救的命令是 旅长说 你再逼逼我就辞职 我33团等半天 没有鱼上钩 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可是他们的任务是打员 你要主动出击 就得向上级打报告 说明情况 三营在报告中 是这样说的 鉴于我军阵地在山脚下 如果敌人援军赶到 他们是高打敌 我军处于不利地位 所以我们需要改善防御态势 这样一说 那往上走走 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吧 这一走不要紧 走到了邦迪拉主峰北侧 此时邦迪拉 有印48旅的两个营在驻防 我三营隐蔽向前靠近 由于我军没有治理的敌情部署 所以营长下令 机炮连就地建立阵地 随时准备火力支援 七连走右翼 八连走左翼 前行掩护 交替向前 七连的安排是 副政治指导员 带领三排担任爆破组 二排担任突击组 承担第一梯队开路任务 他们悄悄地来到 距离印军只有数十米时 印军才发现脸上来人了 然后用火力阻击我们 此时 敌人第一火力网 已经在我突击部队的打击范围内 我们以手榴弹 顺利地歼灭其第一道阻击 但紧接着后边的第二道火力网 对我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我突击部队多次突破 军没能成功 七连两个突击牌伤亡极大 副政治指导员牺牲了 二排长牺牲了 三排长重伤了 所有班长全部牺牲了 此时副连长率领一排支援上来 但同样被敌人的机枪 压制在一块儿挖地里 由于当时的天气雾气很重 炮兵无法观察到敌人准确的坐标 可又迫在眉睫地需要火力支援 机炮连当机立断 大胆尝试 他们在1500米外 通过枪声判断敌人位置 进而校正射击助援 随后五发炮弹破膛而出 敌人的机枪点被炸掉了 我一排趁机迅速出击 一举攻下了敌人第二道火力网 占领了邦迪拉主风 周围小地堡里的印军 一看主风失手了 纷纷气阵逃亡 就在希克营陷入一片混乱之时 距离他数百米之外的兄弟营 选择了隔岸关火 因为平时在希克营眼中 除了希克族以外 其他的印度人都是渣渣 所以他们嘲讽鄙视马德拉斯营 这就导致 虽然他俩都隶属于印48旅 但关系比仇人好不到哪去 所以在我军消灭希克营的时候 马德拉斯营非但没有帮忙 甚至还想从后边捅上一刀 还有啊 其实印军有一支援军已经到了附近 还记得印四军昨天让48旅去救援包围圈 他不去的那通绝命电话吧 军长被48旅旅长拒绝后 他就从大后方调67旅的两个营前去支援 可是67旅的这两个营也不想去 但他们没有别人敢骂军长的那破例 所以慢慢悠悠的向前走 磨扬功呗 后来听说邦迪拉的希克营被中国军队进攻了 他们二话不说 就地扎营 吃饭睡觉 支援我不去了 先派侦察兵查明情况 再决定是前进还是后退 还有还有 邦迪拉这边随着希克营的溃败 马德拉斯营扭头走了 如果不是史料中记录了 他们曾在这里住房 那真是在这个地方 一撕他们的痕迹你都找不到 还有还有还有 比马德拉斯营跑得更早的是印48旅的旅布 印度自己的官方史料中 是这样记载48旅旅布逃跑时间点的 下午4点半 中国军队出现在马德拉斯营左翼 4点45分 马德拉斯营左翼的牌被打跑了 4点55分 营长派人巡逻通信线路 这时他才知道 吕布以及吕布的通信所已经空无一人了 这一串的时间点 证明吕布逃跑是没有通知下属的 33团见面希克营以后 决定长胜追击 追到登嘎威利西侧时 前卫九连和60多名敌人遭遇了 敌人在东西两侧架起三艇机枪 形成交叉火力 九连连长亲自率领尖刀牌 担任突破人物 机枪组在正面吸引注意力 九连趁机摸到敌人侧椅30米 连长建立了一个临时的不炮阵地 手榴弹另一步匍复到靠前的位置 一声令下一串手榴弹同时扔出去 当手榴弹爆炸的瞬间 前边队伍起身冲锋 当飞时散尽 我冲锋队伍已经把枪顶在了敌人脑袋上 我军零上网必敌十余名敌人 较远的敌人连滚带爬跑没影了 还有两辆小汽车被他们遗弃在了这儿 清点战场时 影子人员判断 敌人汽车车头向北 说明他们失去增援而非逃跑 也就是说这批敌人屁股后边一定跟着大部队 所以我们当下需要趁敌不备 立即猛冲 做好猛打的准备 打硬仗 打恶仗的准备 所有人以战斗队形向前挺进 九连继续担任开路人物 当他们拐过班以后 好家伙 前方三百米 一个赢的印军 有说有笑 再歌再舞 做饭休息呢 机炮连立即抢战有力地形 九连八连向前靠近 半途敌人发现了我军 他们立即用汽车当作掩体扫兽我们 九连周围没有可以躲起来的地方 索性不躲了 战士们一边开枪 一边向前押近 区区数十米道路 九连伤亡了三十余人 但九连无一人退缩 无一人掉队 直到逼近敌人阵地五十米时 火箭筒班班长黄旭林 几个箭步冲到所有人的前面 连射两发炮弹 干掉了近年的机枪火力点 他远远望见 敌人车队正在掉头 对手两辆牵引车 正在打算挂载重炮 这是跑路的架势啊 黄旭林眼急手快 一发炮弹打出去 正中一辆牵引车 顿时公路被堵死了 车队爬窝了 副营长趁敌混乱的时刻 率领八连一排和九连一步 直接冲进了敌人队伍中 混战起来 他们是连开枪带刺刀 硬生生地挑出了一条血路 杀穿了整个敌人队伍 截住了三百多名引军 面对前后夹击的绝境 敌人乱起八糟地 钻进了旁边的大山中 营长立即率领八连主力 迅速地沿着山坡追击 而决定玩命逃跑的印军 也用尽一切火力进行阻拦 战斗中 营长不幸 重担牺牲 他是我军对印自卫反击战中 牺牲的官兵中 级别最高的人 营长的牺牲 等于给八连加了一层狂暴buff 大家奋不顾身 勇猛追击 机枪三班 除重伤昏迷的田树荣以外 全部壮烈牺牲 战斗一直持续两个来小时 我军牺牲22人 受伤53人 击毙敌人170个 俘获34人 刚才咱们说过了 这个营是印67旅的仙头营 就在敌我基站登嘎威利之时 他后边的那个营 其实也赶到了附近 历史总是出奇的相似 他们距离还有10公里时 收到前方基站的消息 这个营 战况也不问 战国也不关心 丝毫没有犹豫的折返往回撤 登嘎威利战斗结束后 我33团3营继续向英朝山口行军 与此同时 33团2营搜查比里山口时 意外抓获了一个落单的印军厨师 这个厨师可立了大功 对印反击战尾声之时 我11师33团2营 奉命搜山 歼灭藏在基调嘎拉里的残兵败将 可他们连搜两座大山 都没有碰到像样的敌人 就在这时 在个山沟沟里 抓到一个印军厨子 本以为就是个印度军中 混吃混喝的混子罢了 不成想这哥们语出惊人 一张嘴就说 从这往东南6公里 有个地方叫查库 那是印军的兵站 2营听说6公里外有个兵站 那感觉就像有蚂蚁在身上爬 打 对我已经极度疲劳 要知道11师33团2营 连续9个昼夜 穿插超过了300公里 大大小小打了十余次战斗 但只吃过一顿热饭 其余时间都是边走边吃干粮 但如果不打 你大老远的行军 为了什么呢 简短的讨论后 二营决定 即刻启程 连夜端了他们 由五连副连长 率领9名精干的战士 组成尖刀班 为全年开路 同时 营部的队形 前进到尖刀连身后 主力跟在营部身后 左右干部 身陷士组 以身作则 经过4个多小时的行军 他们翻越了两座大山以后 发现了火光和营房 只不过 这里并非只有一个兵站 还有那个见死不救 掉头跑路的 印67旅的另一个营 几个小时前 这个营长听说兄弟营被围剑以后 没有丝毫犹豫 掉头跑回来了 到了茶库以后 他掐指一算 这段山路崎岖难行 中国军队至少需要24小时以上 才有可能抵达 所以他下令扎营茶库 吃饭睡觉 这一睡就等来了我军33团二营 此时的敌人 包括放哨的人 都处于放松状态 我尖刀班慢慢的靠近 打算活捉他们 50米没被发现 20米没发现 10米还没发现 再靠近只有几米之时 印军鬼使神差 扭了下头 突然发现 我军就在他们脸上 那眼珠子吓得都快掉地上了 张大嘴巴乱叫一通 慌忙中举枪准备扫射 比他们枪声鲜响的 是我突击班 随着门外 这俩港哨倒地 从屋里冲出来 九个端枪乱扫的印军来 他们刚一突门 就被我军几个连点 全部击毙了 这下傻眼了 印军只剩下几个 灯下黑的炮兵和机枪顶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军人在哪儿 只见他们各种开火 却没有一发落在 我尖刀班附近 二营决定 利用敌人不知道情况的机会 展开队形 五连七班 在班长呼云毕的带领下 从右侧进入战场 来手 忠心开花 随着我军分散展开 对敌人发起何为攻击 印军瞬间感觉 不光四面八方 全都有中国军队 就连自己的队伍中 怎么他妈也有中国军队呀 然后他们用一辆坦克开路 带着四十辆汽车和两百余人 准备沿公路向南逃跑 此时呼云毕般迅速转移 抢占了公路旁的一个小山包 用手榴弹和机枪阻击敌人车队 几乎眨眼的功夫 开路的坦克和先头几辆汽车 全都爬窝了 敌人见状不妙 有钻车底求饶的 也有钻山跑路的 也有顽抗被我军打死的 呼云毕战后继一等功 五连连长任玉宽前辈 发现侧翼山坡上有三艇机枪 再冲我军队伍扫射 他带着衣排过去解决 当干掉这个火力点以后 衣排奉命轻脚附近的敌人据点 就在这短暂的连长落单的时间中 突然有两个印军扑了上来 一个死死的摁住他 连长用手枪于一击臂 同一时刻 另一个印军 把刺刀插进了任玉宽连长的胸膛 他忍着剧痛 打死了这个印军后 永远的长眠在刺 这里一直战斗了一个小时50分钟 击毕敌人157个 俘虏64人 我军包括一位连长 两位排长在内 共牺牲11人 受伤15人 双方战损比8比1 此时一抹清晨的微光 点亮天空 我军一个战士指着前方大声说 班长你看 那是印度次大陆 这里距离中印传统分界线 仅仅只有20余公里 用望远镜可以清晰看见 国界线外的那些小村庄 这儿中国茶库 便是对印自卫反击战中 我军达到最远的点 这一仗 共毕敌2886人 机伤和俘虏敌人2177人 缴获枪支3848 火炮187门 汽车416辆 坦克9辆 等大量物资光备 我军牺牲225人 受伤477人 被俘0人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 我不得不宣布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 西战口和瓦弄全都丢了 并且我们的军队一个时都没有回来 与这里同时进行的瓦弄方向 也有一些单兵大臣和印军奇葩 我们下期讲对印反击战的瓦弄战役 我国藏南瓦弄地区早在1942年便被英国侵占 后来印度独立后 印度以它是英属殖民地皇长子的身份 要求继承瓦弄地区 而我国由于先后经历了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的洗恋 再加之 新中国建国一史 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 所以瓦弄这一丢 就丢了整整20年 时间来到1962年 印度已经在这里修筑了相当牢固的防御工事 且这片山区 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 比高在800到3000米之间 平均比高1500多米 坡度60到80度 山体都是断崖和峭壁 就地形来说 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哀口 同时 印度把其为了对抗我国 新成立的第四军的 第二师 师下的王牌181旅 放在了这片地区 181旅可以追溯到印军首脑 梅农 考尔 起家的部队 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印军一系王牌 说到这儿 简单介绍一下印军的编制 上一期我们讲邦迪拉战一时 很多朋友疑惑 印军的旅 怎么从2000多到5000多人不等呢 旅下边为什么是赢 团一级怎么没有呢 是这样的 印军沿用英国军队的编制方法 团可以理解为团伙 一般是用宗教或者民族来划分管理 比如西克团 全部都是由西克族人组成 然后西克团会有很多个西克营 根据战斗需要 这些西克营会被分配到不同的旅部 而在战场上负责实际指挥的是旅这一级 这种编制 看似靠着相同的信仰 共同的血脉 凝聚了战斗力 实则却是战斗力最大的天敌 因为印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 这就导致真打起仗来 背后捅刀子 攻爆私仇 趁机报复的事情频繁发生 印军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为了互相监督 他们还有另一个馊主意 那就是把营再拆开 让可能存在互相撕逼的两支队伍 互相交换一支主力帘给对方 要不为啥说我们是龙 他们是大驱呢 但凡印军的智囊团 能读读我们2500多年前的左传 他都知道周正交致不是什么好事 印181旅作为印度王牌 把这条蛆身上的所有槽点 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下下四个不同种族 便亲敌阵前 侦查敌情 敌刑 他趴在草丛里 看着眼前的喜马拉雅山外说 这山如刀削腐靴 山顶鸡血藏兵 山腰原始森林 爬山只能靠木梯和战斗 想要迂回包抄完全不可能 可是正面打过去 无疑是送死 这时他又打开了那张 1比20万的地图 寻求突破后 可能大家对1比20万没有概念 换句话说 1比5万是常规的军用地图 对于一些要点 要塞 很多时候要做到1比1万 甚至1比5000 才能做出正确的战役判断 和战术安排 1比20万的地图 在直战员眼里 那就是满平的马赛克 他们在这里趴了一个多小时 没有丝毫头绪 130是师长董战林 一言不发 他盯着面前这片高耸入云的石头 目光逐渐的上移 然后眼前一亮 他指着一个被我军 标注为05阵地的山峰说 就是这儿 如果让我防御这片山 那05高地 就是能否守住这片山区的硬钉子 所以我们去拱下他 我们像个钢蝎子一样 蝎进去撕开防线 当下最大的难题是 这个阵地有多少敌人不知道 敌人的防御配置不知道 他喊过388团团长程德路说 派你们副团长带一个连 一个侦察牌 去占这个阵地 有敌人利用夜色强攻 宰了他们 然后占领阵地 没有敌人 上去就藏好 别被发现 切近540元说 你们部队周车劳累 刚刚抵达 地形气候还不适应 先让我们的153团上去 商量过后 05阵地由153团三连负责攻坚 388团副团长江显成 带着一个侦察班 一部电台紧随其后 翻越05阵地 去敌核心地区侦察地形 江显成将军可太厉害了 17岁入伍 19岁入党 参加过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对印反击战 对越反击战 从一名普通的战士 干到了军区副参谋长 这次他接到的任务 又是他的拿手本领 渗透 侦察 汇总敌情 地形 11月4号晚上 我军出发了 他们趁着夜色 摸到了05高地山下 面对近乎笔直向上的断崖 他们直到第二天上午 才爬上了这座笔高3000米的山峰 上去以后 我军迅速沿着山崖边展开 准备强攻 我们紧张细细的 一顿潜行战术配合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这里一个敌人都没有 早知如此 少带点弹药 多带几把铁桥了 现在只能用手抠石头 拔泥土了 很多战士 鲜血顺着指甲盖往下滴挡 他们硬是在有着世界 无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山脉上 抠出了一些简易的防御攻势 与此同时 江副团长带人深入地后 蹚开了所有地形 送回来完整的敌情部署 印军除了07高地上 有库马昂一部兵力外 其余所有的兵力都在山坡上 他们分工也很明确 取子扎攻归西克营 瓦弄扎攻归库马昂营 道格拉斯营在最后一道山梁 当预备队 扎攻一词是阴意的藏羽山坡 不要问为啥印军不要制高点 而重兵把守山坡 问就是用兵习惯 市长根据敌情做了如下部署 390团精灵物高地 沿山梁俯冲而下 直插瓦弄侧后断敌套路 388团精灵物高地 沿瓦弄扎攻俯冲而下 直导敌人吕布 然后两团会师在回首掏 全坚河西守敌 389团进攻河东 待河西战斗结束后 388、390两个团迅速转移到河东 三团会师全坚河东 至此敌我战前准备彻底介绍完毕 可以看出从任何角度来说 这里对我军来说 都是一场恶仗、苦仗、攻坚仗 就在我军紧锣密鼓 悄无声息的准备之时 一个糟糕的消息传回来了 印军发现了潜伏在05阵地上的 我军队伍 你听过05阵地的故事吗 你知道印度有一次想用我国军人当祭品 给他们的总理过生日去献礼吗 在我国藏南瓦弄地区 有个山包称为05阵地 1962年11月12号 我军130师388团四连奉命埋伏防御这里 13号清晨 130师师长就到吉殿称 05高地正在被前后激活 原来几天前 印军发现了05高地上的我军队伍 他们心中窃喜 如果能取得一场大劫 那14号印度总理过生日的礼物 这不就有了吗 于是他们悄悄地把道格拉斯营一批兵力 空投到了7号阵地 企图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双向夹击 歼灭我军 该说不说 想拿我军当祭品去献礼的部队 印军不是第一支 这次也不是第一次 抗美援朝美军想拿我军献礼的下场是 丢大人显大眼 总司令被割职 你印度何德何能呢 既然印军决定 且已经攻击我们了 那我军也不藏了 也不装了 果断还击 坚守在最前沿的一排三班 在班长张昌宁的带领下 先后击退了十次 敌人一百余人的密集冲锋后 班长不幸 重担牺牲 再后来 阵地上仅有陈伦傅和王祖明两个人 他俩也多处受伤 但没有后退一步 互相包扎好伤口以后 仍然坚守在最前沿 印军在7号阵地上 建立了一个重排击炮阵地 步兵冲锋 被打回去 炮兵就疯狂地投掷炸弹 四连阵地一次次被炸塌 战士们一次次地雷起来 有的人牺牲的时候 保持着休战好的姿势 有的人已经牺牲了 手指依然紧紧地扣着扳机 黄昏时刻 四连弹药搞庆 运输队伍迟没有见到身影 敌人的冲锋丝毫没有减弱 他们决心就算用石头 也要守住阵地 人在 阵地在 又一次响出在我军的阵地上空 市长得知后 要求后勤队伍再提速 不惜一切代价 供应零五阵地的弹药使用 十二格斗小时的基站 四连阵地窥然未动 来到深夜 印军停下了进攻 而深夜是属于我军的猎杀时刻 四连指导员 舍阳春前辈 带领23名突击队 杀向了敌人阵地 在黑暗中 连端敌人四个火力点 把战线推进到了六号阵地 以西吴明高地后 敌人才反应过来 架起了三挺机枪 阻击我们 多次突破未能成功 一直到天亮之际 包括伤员在内 仅剩最后十二个人 上级下令 天亮伤亡更大 你们撤回零六高地 负责防御 但舍阳春却说 这个无名高地我要定了 他下令六名伤员全部出列 跟他一起正面扬庸立人 一排长带领其余人 沿左侧山坡迂回 打敌侧身 战术调整以后 还在死守无名高地的印军 被全监在此 四连即集体二等攻 舍阳春即一等攻 14号天亮了 印度总理尼赫鲁过生日了 印军精心准备的零五大劫 劫是劫了 不过是中国劫了 印军两个营 打我军一个连 非但没有攻进零五阵地 反而被反推了一千多米 注意 至此 印军视角中 零五高地的战斗结束了 而在我军的视角中 零五高地的战斗 如同一把钥匙 打开了我军 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大门 经此一仗 我军虽然胜利了 但上级却说 坏事了 零五高地暴露了 那我们必须提前总攻 原计划18号发起的进攻 被提前到了16号 130师师长董战林申请 希望再多给一天时间 16号的话时间太紧 因为大部队还在向前运动 16号可能刚刚抵达 没有展开和准备的时间 但上级综合考虑后 还是决定已早不宜迟 行军提速 一边行军 一边向队伍下达作战指定和安排 鉴于总攻在即 军指挥部前进到航队 与130师指挥部设立在一起 共同指挥 可师长说 我必须上零五高地 我要去前线核心去指挥 我要和我的战士们在一起 就这样 师指人员轻装即行 走在主攻部队的前方 先行爬上了零五高地 时间来到15号夜里11点 师长在零五高地上 焦急地等待着主力队伍 还有7个小时 总攻即将打响 而他的兵还没有消息 就在这时 取子扎公突然枪声大作 原来军前指命令 昌都独立营 趁夜摸到敌人前沿 提前对正面敌人发起进攻 可是进攻中 面对密集的地堡 独立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被压在一个死角 冲不过去 退不回来 营长肖姚三零师发出球员 希望炮兵群支援一下 董站林市长慎重考虑后 拒绝了这一请求 因为炮群一旦暴露 那真正的总攻还没开始 就会为敌人先打掉我们的炮群 没一会儿 153团副团长杜斌 亲自来到了零五高地 他说独立营三连连长已经牺牲了 如果再不压制一下敌人 那全连都完了 董站林市长听到这儿 终还是不忍心战士们的牺牲 他令能够支援到那里的五门八二排气炮 向敌开火 经过一轮骑射 九百余发炮弹 直接把印军前沿炸了个底朝天 独立营可以冲出险境 向前突进 可是出击没多久 又被六挺中极枪封锁住了 独立营再次收阻 杜副团长又来到零五高地 向市长请示如何是好 董市长说 你们的高射击枪带了没有 副团长说就在附近 市长说抬出来放平浪 当重极枪用 只见这种用来防空打飞机的武器 对着敌人 突突突突突突 几分钟时间 就把敌人的火力全部打成了哑巴 独立营马上冲锋 夺取了一个山头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16号凌晨4点半 我军总工正式搭乡 1962年11月16号早上4点40分 三九零团兵分两路 三营攻击7号阵地 一营沿山梁清早而下 直逼瓦弄侧后 断敌逃路 二营担任预备队 三九零团三营率先发起了进攻 六连承担对7号阵地正面突破的任务 从我军阵地到敌人占领的07高地之间 只有一条2到5米宽的鱼锦型山梁 稍不留神就会滑入万丈深渊 驻守这里的敌人 对这条山梁早有防范 所有的火炮炸点早就预秒着这里 我六连多次英勇突击 不是刚起身冲锋 就被敌人穿塔虎路 就是坠入悬崖 而敌人的防线依然非常牢固 情急之下 副排长张德兴连续几个跃进 冲进印军阵地中央 白刃死杀 干掉几个印军后 他英勇牺牲 班长周晚派见证后 也独自一人跃进印军战好内 肉搏制壮烈牺牲 六连多次突击都以失败告终 王传彬连长 亲自带领突击班向敌人发起枪攻 历史中没有主角光环 一串重击枪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 而他的身躯定格在指挥部队的那个刹那 他永远地留在了零七阵地前 一时间为连长报酬的声音响彻山谷 一排长接踢在队 一排长牺牲了 政治指导员刘一五前辈接踢上来 没多久他也中伤了 鲜血浸透了整个山顶 敌人将我六连伤亡惨重 于是发起了一次反冲锋 企图将我六连团灭在此 关键时刻 二排机枪班长谭正贵前辈 带领一个机枪组冲到所有人的前边 一挺机枪挡住了印军数十人的反扑 战线陷入了僵持状态 我军冲不过去 敌人打不过来 但僵持下去 对我军来说就是战略失败 为了攻克七号阵地 九连相继加入了强攻队伍 为冲锋队伍提供火力支援的 七五无后座力炮牌五班 遭到敌人火炮的精准打击 全班仅剩副班长方传德前辈等最后四个人 他们没有以此处灌木酬密 无法架炮尾借口退下战线 而是顶着敌人的火力封锁 来到了距离敌人150米处 方传德下令 鉴于无法架炮 所以用绳子把炮捆在树上 没多久 十发炮弹打向了敌人阵地 干掉了印军四个地爆 一个机枪顶 使得我军战线向前推进了一些 战后方传德挤一等攻 此时已经来到早上六点 董詹林市长得知07高地的情况后 万分着急 他命令390团 马上停止从正面抢攻 别再用巨大的伤亡做尝试 想办法迂回侧袭敌人 六连得令后 派二排从南侧找路进行迂回 其余人正面牵制 敌我之间 北侧是悬崖 南侧是60度的陡坡 山体上遍布着原始松山林 一个小时后 二排真的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敌人侧衣之上 然后猛然突突突 一举见面道格拉斯营营长等62人 战后二排继集体二等攻 后边的库马昂营营长一看 道格拉斯营营长已经战死 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 那还说啥呀 战士们顶住 后边就是万丈悬崖 你们没有退路 一定要坚持到底 而我先坐飞机逃入了 我军为了完全收复灵气高地 又把四连投入了进来 可由于地形的限制 我军并没能攻上主峰 至此 敌我间隔数十米 拉起了机枪对机枪 手榴弹对手榴弹的对峙线 老实说 对于7号任地的攻坚 我军没有取得完全胜利 另一边 与他们同步行动的一营 总共出发时 原计划沿山梁清扫而下 可实际行动中 没走多远 莫名其妙来到了山沟 营指人员发现走错了路 不知是该返回去找山梁好 还是继续摸黑乱走好 指挥上出现了犹豫 直到三个多小时后 他们仍然在山沟里行军 还没抵达机灵位置 失步得之后 立即令师参谋长赵福顺 带领二营 执行一营原有任务 这个早晨 对于130市来说 没有一个好消息 他的388团 还在05高地下方向上攀爬 依然没有赶到战场 他的389团的任务是进攻河东 战前 389团派出去16名精干老兵 组成了侦察小队 寻找可以迂回的道路 可直到总攻打响 这16个人 也没有传回来任何消息 总攻开始后 389团只能从正面进行强攻 他们刚刚行进至敌人山脚下 突然身后传来了猛烈的扫射 印军利用转角和山体的背坡 搜住了一片暗暴 389团刹那间陷入了敌人的伏击圈 前方引掉了28号地堡群一个脚 后续敌人的火力强度有增无减 一连再次进攻受阻 此时二班副班长张颖安 带着新战士于有为主动站出来 说他俩去爆破前方的地堡 他俩悄悄地迂回到了地堡群西侧后 匍匐向前 直到距离地堡仅有10米时 张颖安令于有为向地堡内扔手榴弹 他趁手榴弹爆炸引起的那点烟雾 突然跃起 冲到了地堡边上 直接把枪口怼进了地堡里 一顿扫射 消灭了一个地堡 而后俩人继续向敌人的核心摸去 没走多远 碰见7个支援过来的印军 张颖安先离开火 最前边的敌人嘎了以后 后边6个 一边叫缓 一边扫射 一边往回跑 只见两个中国军人 追着6个支扒乱叫的印军 在印军的地堡群中乱跑乱窜 闹剧上演了十余米的距离 突然一个巨型地堡 出现在他俩的右侧 并不停地开枪扫射 与此同时 四面的地堡都反应过来了 所有的火力都对着了他俩 这时张颖安说 我们无路可退 也不能停下来等着救援 只要咱俩积极主动起来 那敌人就会变得被动 我们的主力才能更好地进攻 说吧 他观察了一下 好家伙 刚才那6个印军挺会带路啊 右手边这个巨型大地堡 火力不强 不满了天线 俩人相视一眼 会心一笑 张颖安说 走端了他 他俩利用敌人的交通钩 向前爬了几米 张颖安一颗手榴弹 扔进地堡内 随着爆炸声响起 于有为也趁着爆炸 银子的烟雾冲了进去 一通扫射 地堡内所有的敌人 全都赶了 其中包括敌人 这片防区的最高指挥官 库马昂营四连连长 敌人一看 指挥部响了 那还打啥呀 能跑的跑 不能跑的响 共耗时一个小时 我军完全收复了瓦弄扎弓 重创了库马昂营 与此同时 西克营和道格拉斯营 被切成了两个不相干的阵地 战后 一营一连 即集体三等攻 二牌即集体二等攻 张颖安 正风柏 即一等攻 张颖安受孤胆英雄称号 于有为 即三等攻 另一边 388团三营 与390团二营 终于在16号下午 两点半 行进到了32号高地附近 又一场神仙战斗 开始了 1962年11月16号 390团和388团三营 在进攻32号高地时受阻 这里的敌人是 印度库马昂营四连一部 和道格拉斯营三连大部 他们一拖山坡 背靠悬崖 构筑了三层 像阶梯一样的 半环形地宝群 我军几次进攻 全部受阻 390团团长决定改变策略 他令停止强攻 五连四班 从正面牵制吸引敌人 其余人折返回去 去敌人身后的悬崖 想办法爬上去 战士们绕了一个大圈 出现在了悬崖脚下 面对超过70度的崖壁 说不作牙花 那是乱讲 但大家没有犹豫 手攀野藤 脚灯岩壁 经过半个小时的负重攀岩 他们奇迹般地爬上了这座山 出现在敌人后方 最先登上来的九班 在班长杨成福的带领下 先敌开火 敌人的屁股这一被打 瞬间乱套了 背靠悬崖建立的阵地 还能被迂回打背身 这你敢信 这你还能玩 短暂的慌乱以后 迅速调整了防御人形 以火力组成了完整的环性防线 九班长杨成福 意外发现了一股电话线 他立即割断 并对班里的战士们说 同志们 咱们班要离大工了 大家顺着电话线往里打 相信我 一定能端了敌人的指挥部 大家听后勇猛冲杀 面对敌人地堡的阻击 战士刘帝路前辈 从几十米外 屠服向地靠近 眼看只有十几米 便抵达地堡之时 敌人捏了一颗顺爆弹 扔到他面前 留地路 英勇牺牲 陈大夫见状对班长说 你掩护我 话音刚落 爆了一根爆破筒 从高处出流到了 距离地堡仅有三米处 他掏出手榴弹 从射孔扔了进去 不成想 敌人反手给他怼了出来 陈大夫被炸在右侧身子 多处受伤 鲜血之流 几乎同时 敌人的枪口出现在了射孔 生死瞬间 陈大夫一跃而起 跳到了地堡顶上 让敌人的子弹 打了个寂寞 他趴在顶上想 这连个窟窿都没有 爆破筒怎么才能塞进地堡里呢 而他身子下的地堡 正在扫射我军队伍 当下他没有时间想万全之策 于是他决定用手指 抠穿敌人的地堡 尽管他多处受伤 筋疲力竭 但他坚持着 直到直接盖 全部抠掉了 他没有放弃 鲜血染红了地堡盖 他没有放弃 最终他真的奇迹般的 抠出来一个窟窿眼 把爆破筒塞了进去 可刚塞到一半 便有敌人往外顶 他七十男儿 陈大夫 双膝跪地 用胸膛压住爆破筒 用尽全身的力气 慢慢地压了进去 并趴在上边 防止敌人再次推出来 随着拉开到火索 他依然紧紧地趴在上边 你以为他是黄继光式的英雄吗 不 他冷静地计算时间 在爆炸的一瞬间 他一个鸽子翻身 滚下地堡 天崩地裂的响声 地堡被炸翻了 他被救回了后方 战后陈大夫即一等功 受战斗英雄称号 他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 1942年 出生在四川安岳的陈大夫 仅有小学文凭 18岁入伍 27岁升任赢副教教员 31岁当选 第十届中央军委委员 任职54军副政委 回来接着说 陈大夫撕开缺口后 九连利用这个缺口发起猛攻 一举干掉敌人四个地堡 喷火连战士李统全所在的战斗组 他独自冲到两个地堡附近 合计着怎么攻击敌人 才能不被敌人打 经过认真观察后 他选择了一穿二 一次喷火 直接烧掉了两个地堡 没有片刻停留 他扭头发现不远处 我军一个突击组进攻受阻 他果断地支援过去 在敌人的扫射中 他不顾个人安危 找准最佳角度 把一条火龙喷进地堡内 突击组得以冲上去 歼灭敌人 战后李统全 锦衣等功 就在三排从背后猛攻的时候 一排也趁机迂回到了东南侧 32号阵地 陷入了三面被揍的绝境之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 避敌70名 俘虏两名 完全收复了32号阵地 388 390两个团继续直扑而下 即将控制住瓦弄的套路 此时的敌人 已经出现逃跑的一天到5500米以上 冬天的温度可达到零下40摄氏度 而一年当中 有9个月是冬天 边防部队常年身着四皮 也就是皮靴 皮帽 皮手套 皮大衣 气压低 饭做不熟 水烧不开 氧气严重不足 刚来的新兵百分百会出现 头晕 头痛 恶心 呕吐 严重者甚至会昏迷不醒 年龄稍大一些或者体虚的人 别说打仗 就算在这片地区爬山 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以上这些都还可以克服 但是综合起来 就会造成一系列致命的情况 气压低会导致 炮弹在这里会飞得更远 对于炮兵校正射击猪元影响非常大 经常瞄得准 打不中 严寒缺氧 导致枪炮打不响 机枪不连发 手榴弹不爆炸 喷火器不出火 汽车跑不快 拉不多 油耗还非常大 无线电没信号 等等等等各类机械故障 总结来说 这里山高 沟深 严寒缺氧 极大的限制了作战行动 万山之祖的声誉名不虚传 印度入侵这里时 他们说这个地区和印度 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和传统的联系 已经成为了印度的一部分 靠着自欺欺人的说法 在1958年9月 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 三次侵入我国这一地区进行侦查 被我们抓到以后 我国政府发出召会 要求印度别在无中生有 破坏边境和平 并列举了有史以来的多条证据 证明印度在胡说八道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 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 这家伙说完这话可能就意识到 不太对 打脸了 于是两个月后 他又说 据我所知 在英国统治时期 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 也没有任何的前哨据点 说中国军队是从1957年开始 才进入这个地区 他们给我国定义这个1957年 那可真是天秀啊 还记得刚才咱们说 他们第一次非法入侵这里的时间点 是1958年9月吧 他们1958年非法侵入 并进行侦查时 被我军抓到了 他们认为 好吧 算你中国先到一步 但也只能比我先到一年 不能再多了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怎么说呢 他们的观点就是 我没见到过 完全等于你没存在过 按这个逻辑的话 那这个地球上 甚至全宇宙 只要是他们没去过的地方 那就是属于印度的 只要他们不去征服 那就不用征服 反正放在那里 就属于印度 这四位就很薛定恶的猫 在我国历史中 有很多关于这里的人文 历史的记录 在传统习惯线上 分布了一些草场 这些草场 自古以来有个规矩 中国牧民可以来去自由 随意放牧 但是印度牧民 想要来的话 你得交钱 不然这儿的草 一棵你都别想啃 这里还有一条 具有传奇色彩的小河 在中印交界线上 有一条横川两国的河 名叫活不桑河 活不桑翻译成汉语的话 是洗净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印度人不吃牛 我国藏民不吃马 自古有个传统 印度人来我国境内 喝三口 活不桑水 可以吃牛肉 我国藏民去印度 喝三口 活不桑水 可以吃马肉 这几条证据简单一罗列 不知道印度总理的脸疼不疼 但通过他们的反应来看 应该是不疼 因为他们依然在推行前进政策 要向着中国方向全面推进 其实也好理解 他们的目的是侵略 所以借口嘛 总要有一个 而且一个就够了 毕竟这是一个连洗衣粉 都能背锅发起一场战争的世界 在其总理的不断洗脑下 实至1962年 印度在西段 一共修了77个防御据点 有43个深入我国境内 这些据点中 有几个已经深入到 我军据点后方 其中我军有一个 被他们包围的据点 面对印军的武装包围 我们偶尔出现断粮的情况 这期间 印军有时候给他们自己 空头补给 会落在我军阵地上 但我们严格遵守规定 把物资收集起来 下山还给他们 有一次 我军阵地又要断粮了 这时发现了一只野山羊 在边上乱跑乱窜 战士们想射杀后 给大家补补营养 但为了严格遵守 军委提出的 不开第一枪的原则 全力克制自己 生怕吓了印军 所以端起来的枪 又收了回去 可他们还 不要脸地说 我们把据点 建在了他们营区中心 我这就 你妈了个臭傻子 这里的印军 是114旅 114旅是一支 曾经参加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队 在缅甸打过三年日本 后来长期住房 克什米尔地区 对地形 气候非常熟悉 并针对性地 进行山地作战训练 这支印军的射击技术 普遍非常好 适应严寒 低养生活 战斗力非常强 是一支靠枪杆子 打出来的 真材实料的 印度王牌绿 1962年 其下辖五个步兵营 其中 克什米尔国兵军营 负责天文点 至河北滩一带 杰克联队五营 负责从河北滩起 经过空喀山口向南 一直到班公湖北岸 库尔喀营 负责班公湖南岸 至斯潘古尔湖 库马昂营 负责斯潘古尔湖 以南部分区域 再向南 是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 除上述兵力外 还有一个重机枪营 以及一些保障联亲分队 驻防在列城 作为机动支援力量 其旅部设立在列城 总兵力在5600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 印军的捷克联队 是一支老字号军队 他们曾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 有他们一份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有他们一份 1904年 英国人入侵我国西藏 也有他们一份 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所以这一仗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 喜倾百年去入 全歼印度王牌 杰特连队 敌情地形介绍完毕 我军反击队伍开始登场 我军为了自卫反击战 在这片区域集结了 包括边防部队 步兵二团 步兵四师第十团三营 十一团三营 骑兵三团 以及多个炮兵连 高炮连 喷火连 作战兵力约六千三百余人 此外还调来了 五千五百余人的 后勤运输保障人员 10月8号 中央军委下令 所有单位 10月12号24点前 完成战事准备 进入战备状态 至此 对印自卫反击战 西线战事 正式开达 1962年 10月12号 我中国边防军展开了一次 最高机密的集结行动 上级要求 所有人员 白天禁止外出 晚上不准开灯 他们要干嘛呢 12号入夜 战士们睡得正香之时 我军把各级干部 悄悄地全部喊了起来 他们做好伪装 离开了营房 来到了距离 红山头不足200米的地方 红山头距离中印边界 只有8公里 海拔5720米 比高200米 山上有非法入侵我国的印军 扎营射点 印军除了红山头以外 在这片区域 还有数十个非法据点 我军这支集结在 百米之外的部队 正式过来揍这群印度人的 干部身险十足 去到最前线 为总攻步兵选择最佳发起点 给炮兵选择最佳射击方位 当晚24点 我军康前指司令员何家产 从乌鲁木齐 经过两天三夜的乘车奔驰 抵达了天文底儿指挥部 司令员刚一下车 由于严重的高反 便昏迷不醒 休息过清醒后 何司令说 走 上山 侦查 根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 对于这个方向的作战 要有如雄狮搏击之势 雄狮搏击炮火洗地 对敌人搞一支两次的炮火集席 争取把全部攻势都摧毁掉 我们的步兵再上去 用最少的伤亡 歼灭最多的敌人 比炮火先出发的 只有两支队伍 一支是工兵 工兵干啥呢 我们先保密 反正秀翻了 另一支骑兵三团 担任打员任务 隐蔽穿插到敌后 待在国界线附近 有人赶来 直接干掉 炮火洗地过后 我军总攻队伍兵分三路 步11团三营 围坚印军6号聚点 步二团七连 围坚印军17号聚点 其余部队 全部构筑成对外防御的阵型 看到印军进犯 不予警告 立即以猛烈火力 争取全部杀伤他们 11团三营的具体部署是 兵分三路 七连派出一个班 从正面进行洋攻 八连由南向北突袭 九连由西向东进攻 20号零点 我主攻部队 全部成功进至山脚下后 全部当起了伏地魔 早上8点25分 天空蒙蒙亮 我军的炮火急袭 突然猛烈地开始了 红山头顿时烽火狼烟 我冲锋队伍一跃而起 跟随炮弹同步挺进 炮走50米 兵进50米 8点55分 我军冲锋队伍 攻入了敌人第一层防线 把枪顶在敌人脑袋瓜子上 突突突 最左翼的九连二排 如同开了无敌挂一般 全排猛冲猛杀 在尖刀战士高嘉宾的开路下 仅耗时20分钟便杀川一路 率先登上了山顶 全排立即建立防御阵地 阻击可能来源之敌 同时派出火力组 支援其他方向作战 后续战斗中 高嘉宾的体力逐渐透支 但他依然冲在最前边 最终不幸重弹牺牲 战后追击二等攻 九连三排进攻途中 被滴宝拦住了步伐 喷火连副排长张虎生前辈 率领喷火手何乳亮 顶着敌人的炮弹 辗转腾挪 跳到了滴宝附近 可是连喷两瓶 由于天寒缺氧 全都没能喷出火来 反遭敌人精准阻击 他俩义无反顾 毫不畏惧 装上第三瓶 一条火龙终于干掉了一个地宝 但主要麻烦并没有解决掉 就在这时 旁边的八连攻破了防线 并支援了过来 印军见状 两枚手榴弹扔向了八连队列中 排长董之学前辈 眼疾手快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腾空一脚 手榴弹被踢了回去 俩印军嘎了 八连趁机向前猛冲 又炸毁一座地宝后 董之学重弹受伤 但他拒绝退下去 说要带领全排完成任务 经过八连和九连的多次突击 终于歼灭了第二层地宝 战后董之学继一等攻 喷火牌副牌长张滬生 战士何汝亮继二等攻 接下来印军仅剩主缝上的核心阵地 我军二体队也已加入了总共队伍 补足了作战能力 八连一排担任攻坚主缝 插红旗的艰巨任务 由副连长陈春田担任突击队长 核心阵地也意味着最牢固的防线 一排前铺后继打得十分艰难 当打到距离山顶只有十米的时候 两名红旗手已经先后伤亡 进攻再次受阻 与此同时 第三名红旗手提心协力的努力下 全监山顶之敌 战士马士旭把红旗插在了山顶制高点 红山头战斗共耗时八十分钟 击辟敌人四十二个 俘虏二十个 我军受伤二十六人 牺牲八人 我军战士立即在山顶抢修攻势 准备后续打员 半小时后 终于等来了久违的敌人援军 一架飞机飞了过来 当他接近红山头的那一刻 包括山上的战士们在内 我军后代附近的各种轻重火力 一起对空射击 只见这架飞机不知道哪里被打伤了 冒着黑烟飞跑了 这用枪打飞机的习惯 怕是我军也刻在基因里了 红山头一战 附近的印军全都开始了猛袍猛袍 我军所有打员部队 都没有打到敌人 半开玩笑的说 这是任务失败了呀 那怎么能行 所以不约而同的 各分队都向上级申请 主动出击 前者说快追 刚才红山头激战时 三十一号据点的小别三 一个劲地下开枪 但就是不见有人下来 等在据点下的骑兵三团 早就不爽了 得到反击的命令后 在团长艾德国夫哈斯木的带领下 一举冲了上去 只可惜这离边境太近了 敌人几乎全都跑掉了 另一边围在 十七号据点下的布尔团七点 在副团长的带领下 从三个方向强攻上去 印军开了几枪以后 发现西侧竟然没有中国军人 于是果断地弃阵逃亡 那驾驶谁跑后边 谁活该一样 跑在最前边的人 兴高采烈地跑到了山下 砰一声巨响 踩雷嘎了 这下好了 如同按了暂停键一样 这群印军没有一个人敢动 这片地雷就是我军最早出发的 那支神秘的工兵队伍 埋在这儿的 十七号据点的敌人 一个都没跑掉 除死了一个以外 全部被我们工兵升服了 简单总结一下吧 也只能是总结一下了 除前八十分钟 带着红山头 形成了战斗以外 其他据点不是一触即溃 就是已经逃走 我军一举收复了全部失敌 与这里同步进行的 加勒万河谷 印军十四号据点 就是大家期盼多日的 毛主席要求全间的 捷特连队 1962年7月6号 印军库尔卡连队 三十人非法跃进 在我国加勒万河谷北岸 非法设立了一个据点 我军称之为加印十四号据点 同年十月 用直升机把吉特连队 五营一连的六十余人 进行了换防 并且修筑了六座地堡 在南岸加修了地堡四座 我军的据点 对敌人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敌我阵地 最近的距离仅有一百米 十月初 在中国有个湖 比很多人都爱国 你信吗 这个湖它一半是淡水 一半是咸水 淡水这一半在我国境内 咸水那一半在印度境内 我国境内的这一半长鱼 印度那一半长虾 这些小虾蜜稍微长大一些 游游游游到我国境内 就被我们的鱼吃掉了 这个湖叫班公湖 为了捍卫祖国领土 捍卫这片无比爱国的湖泊 在1962年 我们曾经四战入侵这里的印军 并且取得了四战四节的完胜战绩 下边依次介绍那场边境风云 班公湖在我国境内的一侧北岸 有一块4000多平米的平潭草地 1962年7月 印军非法入侵 并在这里建立了第16号阵地 在南岸 他们还有三个非法据点 两岸形成了呼应火力 我军决定 布什一团工兵连二排 派出一个班 在西北建立阻击打员阵地 炮二营三连 抽出66个人 担任助攻 从西北方向进攻 布二团二营负责主攻 先迂回到敌后 然后从西南方向进入战场 最后还有一支水上支队 负责警戒胡命 防止敌人利用班公湖逃跑 21号早上 我军全部进入既定位置 8点30分 火力急袭开始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轰炸 突击队开始向心攻坚 布二连进攻受阻 连续伤亡6个人 连长身负重伤 依然没能突破过去 剑刀班二班班长潘志发 果断开路 强行杀入了印军阵地 见面一个地堡后 继续向前冲锋时 拍发之头部受重伤 瞬间倒地 当他再次苏醒过来 他不顾自己脑浆外溢 依然绷进全身 继续投入战斗 再又炸毁两座帝王后 终因伤势太重 不幸牺牲 战后追击一等攻 提供火力支援的机枪手 何四勇 被印军发现了 一枚手榴弹扔到了他边上 他不慌不躲 捡起来还回去 自己毫发无损 印军被炸了个屁股尿流 没多久又一发扔了过来 他依然老套路 可刚一伸手 响了 何四勇 英勇牺牲 战后追击一等攻 这里打得很英勇 同时也打得很悲壮 一共战斗了接近两个小时 我军伤亡21个人 击毙敌人14个 俘虏25个 16号据点的印军被全歼 在16号据点的西北侧 有一座海拔4400米 比高60米的高地 印度库尔喀营一个牌 在这里住房 我军称之为印军29号据点 原以为我军进攻16号据点时 这里的印军会主动出山 前来支援 我们可以利用打员阵地 歼灭他们 不成想 人家就在那观战 毫无参战决心 甚至看到16号据点 被中国军队收复以后 这伙人有逃跑的迹象 我军下令 布尔连由北向南进行主攻 攻兵二排由东向西强攻 炮连由东南方向协同攻击 并派出一部兵力迂回敌后 防止敌人逃跑 水上中队继续担任胡上警戒 所有人短暂休整后 便开始了行动 下午4点10分 战斗打响了 强攻的工兵连二排五班班长 谭树恒 率领战士罗德青 以勇猛突然的动作 首先冲入印军阵地 他们连续炸掉三个地宝后 谭树恒重伤了 罗德青牺牲了 搬离其他的战士坚撞后 不是退缩也没有畏惧 大家反而更加的勇猛 一路杀穿了东侧 战后 谭树恒继一等攻 罗德青追击一等攻 工兵二排五班 继集体二等攻 负责主攻的布尔连 在开战前 悄悄地干掉了 印军的廖望哨 而后由山上 一路直扑而下 几乎和工兵五班 同时杀戮了敌人阵地 我军三路争线 共计伤亡五个人 击毙敌人十个 俘虏十二个 全检底人 收复29号局地 经过上述两次战斗以后 战士们越战越勇 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 大家报仇心切 指挥部理解大家的心情 决定一鼓作气 三战绝拉沟 绝拉沟 在班公湖北边 六十多公里处 是通往拉达克的必经之路 印军在这里 有一个十五号距离 由杰特连队一个牌住坊 指挥部下令 从布六连抽掉五十一人 从炮三零四团三连 抽掉三门排击炮 共计一百一十七人 组成八点突击队 六连从左侧迂回敌后 从敌人后方 回首掏打回来 炮连正面牵制 经过一天在暴雪中的转运 突击分队抵达了附近 额毛大雪 虽然让行军变得困难 但同样 印军也更难发现我们 他们又爬了一个多小时的高山 全部抵达了战斗发起点 傍晚六点半 战斗正式搭向 炮连战士 王向里第一个冲进了印军阵地 在嵌豪内跟印军打进战 他成功地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 我军主力趁机全部冲了上来 王向里寡不敌众 战之牺牲 战后追击二等攻 与此同时 迂回地后的六连 前后夹击 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 我军伤亡五个人 击毙敌人十四个 俘虏十三个 全歼杰特连队一个牌 班公湖南岸 有印军三个据点 当我们见面河北岸的 十六号据点以后 南岸的印军 全都吓破了胆子 毫无征兆地开始跑路 之前我们说到 那些印军跑路的时候 还都火烧了营房 他们这儿 营房物资 全都留在了原地 生怕动静大了 吸引了中国军队注意力 二号三号据点 距离国界线非常近 这里的印军 全都跑掉了 一号据点的印军 路过二号据点时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他们一看天黑了 总得吃饭睡觉吧 而眼前又有别人 留在这里的 现成的营房 所以他们决定 暂住一宿 天亮再走 好家伙 真的是好家伙 当年唐僧取经 看来是没有告诉你们呀 没事别总歇脚 否则三天两头 有人想吃掉你 不好意思 穿台了 当晚我军猜测 这三个据点的印军 应该是全都跑了 但这是猜测 所以派出去九个人 去近点侦察 当他们来到 二号据点200米外时 发现了一个印军 正在放哨 带队的副连长说 别打他 看见帐篷了吗 集中火力 炸了他 一个机枪组 一门排击炮 一门60炮 火力全开 帐篷被炸成了废墟 也算印军走运 他们全都在 其他帐篷里睡觉 这一通响声 他们魂算是都丢了 一边喊 一边跑向东侧的被迫 侦察班立即把情况上报 同时班长王建军 带领一个组 插向西侧 防止敌人跑出我国国境 卫生员王建英 带领一个组运回东侧 占领有地地形 防止敌人继续逃窜 副连长带领一个组 由南向北强行进攻 歼灭敌人 东侧的小组 原本只有三个人 他们遭遇了八个 溃逃过来的印军 形成了对峙状态 就在这时 我军送饭过来的副班长 严兴齐 刚好路过 他黑黑一笑 饭菜放在了一边 短几枪就加入了战斗 击退印军一次反扑后 严兴齐站了起来 直接从高地上冲向了对面 并大声地喊 交枪不杀 优待俘虏 八个印军见状 全怂了 乖乖投降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方向 也宣告战斗结束 我军这九个人 无人牺牲 至此四战四截 收复了班公湖附近的 全部失地 西线仅有石泉河地区 还有印军的非法据点 我军决定成胜追击 1962年10月22号 对印自卫反击战 我军把非法入侵 我国天文底 加勒万河谷 以及班公湖的印军 全部见面以后 指挥部下令 反击部队成胜追击 迅速集结 全街那里的印军 同时做了如下部署 布什团三营 加强火力阻候 经且砍向西运东 而后自西北向东南进攻 布什一团三营 加强火力阻候 进至扎西港附近 而后由东南向西北 与布什团 形成夹击态势 骑兵三团 进至切卡附近 战斗开始后 进攻枪山口的印军 16号大家分头行动 骑三团抵达印军 10号阵地附近后 附近地形平坦 没有发现任何地情 便继续开车向前 当走到枪山口近点时 突然从一个小山包背后 打出来一串子弹 我们的司机当场牺牲 战士们被火力压在车厢里 无法开头 无法下车 印军不停地扫射汽车 手榴弹扔过来 眼看汽车有被打炸的风险 维吾尔族战士 机枪班长司马懿 买买提挺身而起 用冲锋枪猛烈扫射敌人 同时大喊 机枪手架枪 机枪手文声 把枪架在了车顶上 猛烈扫射压着敌人 司马懿买买提 胸部肩膀多处被子弹击穿 他浑身是血 但依然站在那里开枪 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让敌人的子弹 全都打在他身上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同志们快下车 交给你们了 战士们迅速跳下车 对敌人展开猛烈的还击 仅六分钟便全捡敌人 战士们牵着七个俘虏 走到司马懿买买提身边 买买提躺在一位战友的怀里 含笑牺牲 战后追击一等功 受战斗英雄称号 战斗结束后 根据命令 他们迅速支援主战场 攻击11号据点的队伍 由于夜黑风高 我军正面进攻的队伍 和侧后迂回的队伍 发生了误会 都把对方当作了印军 然后各自抢占了一个被坡 对峙击占了一个晚上 天蒙蒙亮 发现是自己人 赶紧继续向印军据点挺进 可是印军听到昨晚的枪声 早有准备 对我们进行了精准的阻击 我军伤亡非常大 且无力进攻 经过数个小时的对峙以后 队长把两支队伍重新组织了起来 印军发现 打得有点吃力的时候 果断地选择了跑路 可我突击分队也没有了追击能力 所以收复11号据点后 打扫战场 这里的印军 跑着跑着 突突突突突突 意外被支援过来的 其三团 协助了 被全坚在此 我不识团三营和 不识一团三营的夹击攻势 也已展开 但由于印军已经得知 外围据点正在被中国军队 接二连三地拔掉 再加之 这里的印军侦查到 有中国军队从他们两翼接近过来 所以他们烧毁了物资 全都跑掉了 至此 果军收复了西西二的全部实力 拔除了印军所有的非法据点 对印反击战 胜利结束